董明珠回应格力半年报业绩下滑 大家对我预期太高 格力近日发布2020年半年报 今早 董明珠回应格力半年报业绩下滑登上了微博热搜 在接受媒体采访中 当被问及格力多元化转型之路在部分投资者看来似乎并不顺利时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表示 为了在危机中寻求转机 格力追随直播风口 董明珠亲自下场直播带货 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数据 2020年上半年 空调市场零售额为921亿元 同比下降22.5% 从宏观层面来看 格力显然跑输了行业 而结合美的小米及海尔财报数据 格力营收及利润的下滑也不能只归咎于疫情 根据格力老对手美的上半年财报数据 其整体营收1391亿元 同比下降9.56% 净利润下降8.29%至139亿元 均优于格力 且营收规模及利润进股格力两倍 同时美的集团来自暖通空调板块营收达到640亿元 首次反超格力 首次反超格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下降9.000亿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下降9.000亿元